先生女士 那大家午安 首先我要感謝洪博士跟趙博士 對我跟我父親 剛剛有這麼多的精采的介紹 我想這邊我就不再重複 原本今天我想說來的這個場合 也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場合 因為洪博士本身也是家父 長期以來多年的好朋友 那我剛過來的時候 過來之前我想說今天應該是非常 比較簡單輕鬆 可以介紹一個工具機創新圖 一個介紹 那來了之後博士告訴我說 這個到時候會有七十幾家的媒體 到時候會轉播採訪 我現在開始就很緊張了 因為本不會緊張的 現在開始很緊張 沒有了 這是真體外話 不過我想 我想先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就是說工具機這個產品 工具機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一個工具機經營的創新跟突破 那首先這一篇的這個廣告 我想各位如果有機會 在台灣台中高鐵站 應該有印象的話 未來可以注意一下 會看到這樣的廣告 那我們工具機做什麼 我這裡跟大家說做一個介紹 因為在來之前可能比較不清楚說 來聽眾 來的聽眾大概會是什麼樣的 大概是哪一個產業的 所以我簡單做一個介紹 在去年的商業週刊 5月份的這個商周的封面 有一個主題是報導 影響全世界全球60公里的一個聚落 就在台中的大杜商 那而且這個商周的這個封面 本來比較大 它因為這個採檢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全部秀出來 全世界只有這個地方 可以在短短的距離之內 可以解決蘋果產品的製程 還有包括汽車供應 像保時捷、車種 所有零組件的供應商的一個聚落 就在台中大杜山的三角下 為什麼 我待會會一一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好 那在這個封面故事裡面 商周稱這個是黃金重骨 我們用一分鐘時間 很短的時間來看看 整個台中的一個精密機械的產業 從台中大陸三角下 從台中的神鋼到南投 方圓60公里內 整個機械工具機產值有9000億 它讓我們全台灣變成全球前三大的出口國家 全球前三大出口國家 再來有1500家 就是等於是超過1000家以上的製造廠 提供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工具機的產品來做加工 那養活了30萬就業人口 這只是光台中部地區而已 再來有一支的iPhone 有5000萬支製程缺它不可 就是在消費的族群當中 每兩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所拿的手機 就需要用工具機去做生產製造出來 那這裡只有60公里 但是左右的全球一半iPhone的產業 我這裡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工具機是做什麼用於電子產業的部分 接下來在全台灣超過1萬家的製造廠裡面 那不到10家上市 那這個工具機 就成如剛剛彭博士有提到 從現任機械工會副理事長 黃明和黃先生 他也是我們台中經濟的董事長 那台中經濟在最早期 台灣1920年這個機械產業開始萌芽的時候 他就已經成立了 就是1954年 黃麒黃先生就是現任的機械工會副董事長 黃明和先生的父親 他創辦了 那接下來到1980年代 台灣立委他首創委外代工營建 那我待會做我們集團的介紹 還有跟各位說明 我們工具機創新進入的過程當中 也會跟大家說明 台灣立委現在也是我們集團旗下的一家公司 那台灣立委跟台中經濟 這在1980年代創造了台灣的經濟企機 那各位知道 如果印象中在中部地區 還有在北部地區 有很多樹林這一代的一些架工產業 就是可能一個小家庭 然後一對夫妻買一台機器設備 就可能一天就做個18個小時 20個小時不斷的在加工 不斷的在賺錢 那這個就是創造出當時的台灣的經濟襲擊 那這是台灣立委的部分 那很可惜 在1983年的時候 楊鐵立委還有包括台中經濟這幾家 都陸陸續續發生一些財務問題 因為工具機這個產業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產業 它在我們常稱工具機有個天顯 就是說在過去10年前 如果工具機的營業規模要達30億 突破30億以上的話會有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也是我父親常跟大家講的故事 因為我們工具機一台機器 我舉例如果是一台150萬的機器 那它的原材料可能是佔7成 那這些7成我們要付給供應商 可能我們再付 然後我們又是以外包的模式 發包給外包的廠商來做組裝 所以我們的毛利率可能只有20到25%之間 但是一台機器的組裝從零件進貨到組裝生產完成出貨 這中間的過程大概要3到4個月 所以我們這3到4個月 一台機器150萬到200萬之前 我們就要壓7成的成本的資金在那邊 可能壓3到4個月 所以這也造成了為什麼我們工具機 很多的公司在10年前可能營業額都沒辦法突破30億 這是個天險 我們常說是個天險 那當時洋鐵台中經濟他們為了要突破這個天險 他們走了很多不同的路 試了很多不同的路 包括降低機器的售價 做了一些不同的做法 結果導致了財務危機 那台中經濟也是因為需要資金上的調度需求 然後去投資股股票市場 所以也發生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在過去這幾年 立委、洋鐵 就在1983年的時候 洋鐵、立委跟台中經濟陸陸續續發生了一些問題 那有家會接手的立委 這個我待會再跟各位做說明跟報告 那今天我的整個演講的主題的大綱跟六個部分 那剛剛是跟各位做一個說明跟介紹 工具機是什麼 然後還有工具機的發展的演變的歷史跟過程 那我想這是我們朱總來介紹 剛剛主持人跟那個洪博士這邊都有花了很多的時間做介紹 我這就調過 那幫他再解密 那接下來我先做一下我們整個集團的簡介 我們集團是創立於1979年 一開始是從產業設備起家 從一個代理商代理挖土機起家的 那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一共整個組織有73家的公司 那這73家的公司當中又可以分成四大事業群 第一個事業群就是我們最主要工具機事業群 這也佔了我們整個集團總共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那第二個事業群是PCB的事業群做印刷電路板 有四個品牌四個螢幕基地 那工具機事業群目前已經有26個品牌 在全球有41個螢幕基地 那再來產業設備這部分有11個品牌 跟21個螢幕基地 那最後一個是綠能事業群 這個事業群是從2011年成立的 那這個事業群目前有6個品牌 6個螢幕基地 那這個事業群也會帶入到 我待會也會特別詳細介紹 為什麼跟工具機經營創新突破 有很大一大的關係 那我們整個集團組織組有73家公司 台灣的部分有25家 那香港部分我們在香港上市是有家國際控股公司 那在2006年的時候 這是2006年1月份的時候上市 那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回台灣發TDR有家國際控股 那其他上會公司還有全電子 還有我們的轉投資英德利這邊 那接下來在大陸的部分有16家公司 日本有9家 那歐洲有16家 整個集團我們目前在 除了原本台灣是一個主體之外 目前歐洲也是我們第二大主體 然後再來是大陸的部分 工具機事業群的部分 剛剛有跟各位說明 有26個品牌 然後41個生產基地 那這些品牌的發展歷史 還有它的故事 還有它的產品 還有它的整個的定位 介紹 我待會會再一一做說明 先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影片 那26個品牌 41個生產基地 基地的部分分別在台灣 大陸 大陸 海外 那海外的事業群有 包括樹工機廠 還有日本的這些 日本這幾個廠 還有義大利的廠 德國的廠 這個待會還會再做介紹 大陸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廠 那大陸主要分布在三個廠 主要都在杭州 就在正江省 那台灣的事業群 全部都是在中部地區 就是跟剛剛一開始 跟各位所介紹的 跟中部的一個聚落群組有關 這是印刷電路板PCD的事業群 那這在大陸跟台灣 大陸一個廠 然後台灣三個廠 那產業設備 有分台灣跟大陸跟海外 那產業設備的部分 首先我們有分LCD做TV的 還有包括做建築物資的 有家金工在南投 那這些都是我們 百分之百的控股 我們從1986年 1985、86年就慢慢開始轉型 做不同的投資 那為什麼不這樣轉型 是因為我們在 1979年成立的時候 我們是代理神戶資康的 挖土機起家 那當初代理神戶資康 挖土機起家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房地產正起步 所以挖土機的需求量相當大 那我們那時候 幾乎是賣一台挖土機 就賺一台挖土機 那時候是相當相當好賺 這也是我們集團 一開始創立初期的資金來源 因為賣一台賺一台 就是豪景工廠在19… 呃… 在… 後來10年之後 1989年那段期間 石油泡沫危機 所以那時候台灣的房地產 就相當相當不景氣 那時候我們也跟日本那邊 神戶資康挖土機 進了很多機器進來 因為我們當初的交易模式 我們會跟他們買挖土機進來 然後我們四個代理上再銷售出去 但是後來我們因為庫存太高了 所以壓門機喘不過起來 加上我們又把當初客人 我們賣給客人的機器 客人都分三年四年的票期給我們 我們再把這個票拿去跟銀行做抵押 結果呢 客人跳票之後 我們要幫客人交錢 所以我們那時候差一點點也出了問題 所以後來在我們總裁 就是我附近這邊 就做一個痛定思痛的 一個轉型模式之下去思考 我們一定要擁有自己製造廠 我們不能再代理 做一個從事代理 單純做一個代理的工作 所以他思考了很久 然後慢慢慢慢開始做一些轉型 從台中的幾家的小的人 機器製造廠開始先併購 買了三四家之後 這待會我也有投入理會再介紹 那是做這樣的一個轉型 所以目前這個 挖土機這個事業部我們還有留著 就是堆高機有家事業這邊 挖土機跟堆高機建機部這些 我們都還有留著 那為什麼還有留著 其實目前以台灣的房地產是非常不儘切 那挖土機需求量也相當低 但是這也是感念於 我們當初跟日本人合作的時候 因為當初日本人我們潛伏不出來 但是他還是相當 就是日本神物至剛我們的牧場那邊 他還是相當相當支持我們 那他也跟我們講說 我們錢可以晚一點花 沒有關係 所以也是感念他當初 在道義上也相當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也到目前為止 還是帶領他的挖土機 雖然市場銷售還不是 目前不是很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還有另外一家是 鹽田有家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相當特別 待會我會再跟各位做介紹 他在新竹也是跟鹽田合資的一個廠 再來是有家工業 是做傳動元件的 然後氣動工具 氣動工具是類似 不是類似抱歉 就是一般各位如果去汽車輪胎行 要把輪胎拆下來 有一個電動扳手 會接一個控壓機 那個電動扳手就是 叫氣動工具 就是我們這個廠做的 我們也有投資這樣的產品 再來是建基部 剛剛提到挖土機 再來是停車電梯的部分 那目前各位如果有機會 開車去金華城 那個地下停車場的機械車位 還有一些辦公大樓 還有台北市的一些建案的大樓電梯 這個我們也有成 一樣用我們自由品牌叫有家實驗去銷售 再來電子設備 這跟一些做印刷電路板相關的產品 還有包括空壓機 還有雷射轉口機 這個跟印刷電路板也有相關的產品 那這個是整個產業設備的事業介紹 那產業設備部分 大部分我們很多有一半以上都是跟日本人合資合作 這個待會我會再更詳細的說明介紹 接下來看這個綠能事業群 綠能事業群的部分 目前主要都在台灣 那第一個是有家半導體 做晶圓眼光設備 做晶圓眼光設備 公司在台中 第二個是加美科級做美合金鍛造 那這個公司在桃園 那再來是晶紅做LED 有照 這是做太陽能導線膠 有翼是做觸控面板的檢測設備 正美是做半導體跟LED Wafer的檢測設備 好那 這個事業群 剛剛 我在介紹我們整個集團 四大版的事業群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這個跟我們工具機的 進入創新特別有關 為什麼 我想 台灣做半導體最知名的公司 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 它有70%的設備 都是來自於國外的採購 比如說美商或荷蘭 我想台積電車公司 在住的各位都知道 那他們一年的採購設備的資本支出 就在100億美金 好那 這一塊市場是相當大